好的,各位同学,现在我们来进入第25课的语法讲解 要讲什么呢?首先请看,叫There be句型 大家呢,在看课文的时候已经发现了有很多很多There is,There are这样的句子,是不是? 那么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对这个东西呢,进行一个非常详细的剖析 首先请看第一点,叫什么呢?叫做构成 对于There be句型而言呢,它的样子就是There is或者There are 然后再加个地方,这个当然很简单 那更为重要的呢,是我们要看它的用法 那关于它的用法呢,我们要从一个汉字开始说起,就这个字,叫有 关于这个字呢,大家会发现,你仔细想想 其实你会发现,汉语当中的每个有,有些时候,意思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呢,我来说两个句子,请大家来判断一下 在这两个句子当中的有呢,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 好,第一个句子,我有很多钱,我有很多钱 第二个句子,街上有很多车 街上有很多车,大家来想想,这两个有的意思是一样还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我有很多钱,这钱是归我所有的 也就是我拥有这些钱,是吧 第二个,街上有很多车,大家想想啊,这个车呢,是属于街的吗 肯定不是,所以这句话当中的有呢,只是说呢,这些个车在街上 也就是告诉你一个地点,所以呢,如果我们把它总结和归纳一下 就会发现,有些情况下的有呢,叫拥有 而另外一些情况呢,能翻译成,或者说能被诠释为的意思呢,叫存在 意思就是,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这个意思 好的,那么如果你要表示拥有这个含义的时候呢 咱们就这个单词叫have 比如说,刚刚我说的那个句子,我有很多钱 我就可以说,I have a lot of money 而第二个句子,说街上有很多车 这个时候呢,就不可以用have,用什么呢 叫there are,或者there is,也就是there be 句型了 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其实there be 句型并不难 而对于我们大多数的中国学生而言 最难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用there be 句型 或者很多人只要提到有,他就知道 哦,行,我就have这个单词就可以了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所以未来呢,大家听到汉语当中的有这个字 首先去做一个判断 你需要用have,还是用there be 句型 好的,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分类 什么意思呢,就是把there be 句型 做一个单数和复数的分类 其实也很简单 单数自然而然叫there is 后面加上单数名词 复数呢,叫there are 后面加上复数名词,就可以了,很简单 接着呢,我们要说一下关于翻译的问题 咱们来看这样一个句子叫 there is one in my heart 这句话什么呢,很多人会这么说 那有一个人在我心里 你有没有发现啊,很多人 这个英文学多了,都不会说中文了 那有一个人在我心里 那有一个人在我心里 你仔细想想,咱们平时会不会这么说话 其实一点都不会这么说 那会怎么说呢,你想想 正常话应该是这样的,我心里有个人 哎,这样就对了 所以呢,在there be 句型的翻译的时候 请大家务必不要把 there is 什么的翻译到前头去 叫什么,那有一个什么在哪儿 这样的话呢,中文里面就极为不地的 不要把这个英文学会了 而中文反倒不会说了,这就不好了 好的,那好,接下来我们来举个例子哈 This is a kitchen,这是一个厨房 然后接下来呢,大家要来介绍一下 这厨房里面分别有什么样的东西啊 比如说,我们先来找一个哈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有个电磁炉,是不是 我们就可以说,there is a cooker in a kitchen 或者,there is an electric cooker in a kitchen 都可以,OK,再比如说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有个电瓶箱 行了,there is a fridge in a kitchen 就可以了 再比如说,there are two chairs in a room 这房间里有两把椅子 再比如,there is a table in a middle of the room 意思呢,是说,在房子的中间有一个桌子 OK,very easy 好了,关于there be句型呢 是我们在25课当中最重要的语法现象 当然,其实这个句子如果再被剖析一下 你会发现它句简单无比 大家会发现呢 其实这个句子当中呢,是有一个主语的 大家来看一下,以第一个句子为例 there is a cooker in a kitchen 实际上我们所说的呢,叫做a cooker 所以,这个句子是完全可以这么说的 叫做a cooker is in a kitchen there 就可以了吧 第二句子叫做a fridge is in a kitchen there 再比如说,two chairs are in a room there 再比如说,a table is in the middle of the room there 都可以的 也就是说,事实上呢 这些个there都可以把它移到句子的最末端的 从而说出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 我们比较觉得特别正常的一个句子 那有同学又问了,那为什么现在我们要把它搁到最前头去呢 大家其实呢,从第三课开始就接触过这类的句子了 比如说第三课有这样的一个句子,叫什么呢 叫做here is your ticket and your umbrella 那么他为什么要说here is blah blah呢 他不说your ticket is here 或者your coat is here呢 就是因为西方人比较习惯于把here或者there提到句子的最开头去说 这是他们的一种表达习惯 而正是因为这是一种习惯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将there be句型 看称一种固定的结构 固定的句式或者固定的句型来学习了 实际上呢,它很简单 你要把它剖析一下 你就会发现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句子 只不过颠倒了下顺序而已 OK,这就是这一课的语法 我们下期再见